巨人與楊樂多三連戰的最後一場交手 前兩場疑似因為肩膀受傷而沒有出賽的羊帶綱 終於重新回到先發中外野手的位置 而本場巨人派出公國良辰寡帥先發 在開賽就陷入小小亂流 先是被第一棒的上田綱使敲出安打上壘 再靠著隊友幫忙攻占上得點圈 接著第三棒的山田哲人擠壓到這顆內角球 左外野方向落地行持安打 成功互送隊友回來得分 楊樂多先持得點 不過巨人這邊表示 比賽才剛開始呢 開路先鋒長野久異 面對羊頭不誇呢 可沒再客氣手打席就一隻 左外野方向的羊春炮 頒平戰局 而且這樣拳雷打的好手感 也傳到了隊友手上 四局下巨人資深重炮 村田休一也發威了 抓準這顆偏高球路 一棒掃到右外野 Sayonara 這把solo home run 帶領球隊超前取得2比1 但是只有一分的領先可不保險 巨人物居下大局搶攻 一出局一二雷有人的局面 隊長版本有人急出帶有一番打點的 二雷安打帶起攻勢 楊樂多先發布康能這時也亂了正腳 投出寶宋形成蠻雷 隨後輪到前次打西 敲出全雷打的村田秀逸 用一隻高飛犧牲打為球隊再添分數 擔任第六棒的楊太剛 前兩次打擊雖然沒有貢獻 但這次選到寶宋 讓球隊再次形成蠻雷局面 下一棒的龜井扇形把握機會 會急出青雷安打 巨人單局還冠五分 擴大領先來到七比一 儘管楊樂多在第六第七局各拿下一分 只可惜這都只是杯水車薪 而本場重回先發的楊太剛 前三次打擊都沒有安打演出 終於在七局下開張 右外野方向的安打 再次帶領球隊掀起攻勢 右桑不只個人打擊率上升到兩成八六 更靠著隊友適時活力支援 再度跑回分類得分 中場巨人就以8比3 笑納三連勝 送給楊樂多苦澀的十連敗 好 巨人和楊樂多三連戰的最後一場交手 巨人可以說是頭打巨佳 雖然先發投手 公國只撐了5局 不過靠著牛棚接力 以及打線的有效發揮 第五局攻下的五分大局 最後是以8比3 射下勝利 而另外兩場比賽 板神虎是以5比4 5比1 5比4擊敗了中日龍 而廣島這邊是以5比1 贏得了橫濱之心 而現在的關係呢 目前央連的排名部分 廣島仍以52勝29敗 占居央連的龍頭寶座 而板神虎呢 以8場勝差排名第二 橫濱占居第三 而第四的巨人呢 目前戰績是38勝44敗 而接下來分別是中日龍 還有楊樂多